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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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很高興能在一個滿部都是準醫師的地方 來彈我的建築 那其實我很羨慕剛剛的彈吉他的民歌手 小時候我們都是聽楊玄民歌手長大的 他的確有激勵人心的地方 那建築人可不可以也做一點這樣的事情 而不是只是賺錢為主 這就是我工作了一段時間 做了很多集合住宅之後 我決定又回到了東海去念研究所 那其實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關切的 不是只有城市 其實我們有鄉村 有野外 但是事實上也跟人體一樣 有過疏或過密的地方就像我現在過 我就應該要收一下 然後或者是剛剛講的陽虛陰虛 我實在記不起來 所以調和事實上建築也一樣 空間其實也很需要進行一種調和 所以我們也是一樣要進行一些卡查 這是我的畢業設計 在大午的時候 我為什麼會做修道院呢 因為我就是隱隱約約覺得 那些神父跟那些修女們 為什麼他們可以做這麼棒的事情 那個一定有魔法 沒錯 這樣子的修道院裡面 一定藏了某種東西 讓他們願意去走一條 我們覺得我們可能不會去走的路 所以我那時候去做 選擇畢業設計的時候沒有老師要帶我 因為他們說我們都不了解修道院 那以前的資訊真的很貧乏 後來我就發現說事實上台灣 從大陸那邊過來有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被共產黨趕出來的那些修院 事實上他們散落在台灣的各個角落 而且他們都做非常非常棒的社府的事情 事實上都不是國民政府在做的 都是這些很棒的神父修女 做了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填補了那個社會的那樣子的缺口 所以我真的就是這樣子去就決定了做了 那這個地方事實上在淡水河的旁邊 旁邊就是淡水河 然後原來是一個小修道院 小小的修道院 小小的教堂 那我把它先擴大 然後這是一個我很好的朋友 他是中文系的學生 可是他很細心的幫我用刻的 刻出這樣聖本堵修道院 一個求道的路 後來他現在變成一位藝術家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用的有點不太習慣 那我 但是我畢業想要做 一畢業之後我很想去做教堂 但是教堂都很好 修道院也都還好 不太有什麼樣的工作機會 後來我就還是回去了 我就是進到房地產 因為台中能夠做的案子真的 建築師沒有什麼其他事情可以做 我就是要做結合住這樣子 可是我做了一段時間真的很悶 因為我覺得都不是我在做設計 都是賣房子的人在做設計 他告訴我說 要這樣子比較好賣 明明很小的空間一定要隔成三個房間 什麼什麼 然後我覺得這不是我要的東西 這不對 所以我後來是開業了五年 又回學校 然後山上就在呼喚我 這是我大一的時候 我到部落裡面去服務 他叫曲賓 然後呢 其實早期都有一些石板的房子 很美很美的一個山 山裡頭的地方 但是後來他們慢慢的 因為屋頂壞了 他們就變成了鐵皮屋 其實我覺得以前的石板屋頂是非常非常美的 所以我就回研究所 然後我就說我要來念這個 我想要了解他們青春的歷史 然後但是說實話 我很會做設計 其實寫論文對我來講很痛苦 就寫著寫著就 然後上課老師講講也會睡著 因為開業很久了這樣子 其實很辛苦 那時候我做了調查 一戶一戶的我去做測彙什麼的 其實論文還是很難產這樣子 後來就發生了921地震 在1999年的時候 那一發生地震 其實我事務所也還有一些案子 我就把它丟了 很幸運的 我的案子都在災區 但是還好他們受損都還好 就比較沒有什麼受損 所以我就可以很高興的進到部落裡面 然後神父就找我說 整個山上有大概十幾個的教堂都壞了 請我一個一個教堂去看 看看哪些是要全部整建的 哪些是要局部修的 然後我就一個村一個村 然後我的老師他也很關切原住民 他就跟著我一個村一個村去走 又來到了壇南 他166戶全島66戶半島33戶 真的非常非常的慘 然後我的取編的 我的碩士的那個題目 其實他的受傷就還好 所以我的老師說 不行我們要幫最慘的就是壇南國小 那壇南村 這是我畫的 我很喜歡畫地圖 然後這是壇南 然後呢 那後來就是殷琦 他們願意來認養這個學校 然後我也很幸運的 就是我的老師就說 這個學生不錯 他又了解原住民 他又是建築師 就是他啦 就是推薦我這樣子 那我也 我的事務所其實很小 小小的事務所 可是我能夠做到 一個大陸工程 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我也覺得 真的是很開心 但是這個學校就是他非常小 他只有40米乘以70米 如果100公尺就掉下去了 因為這邊通通都是坡坎 那所以我後來我的論文 就轉向這個學校這樣 然後那事實上我們如何 如何來找我們的文化的解藥呢 其實就是跟原始學習 因為原始其實有很多很多很棒的智慧 那這是鄒族他們的會所 那我想像布農族的家屋的會所 可能的狀況 然後他的家屋的方式是 他有傾台在旁邊 他的骨倉在中間 那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學校 蓋得像家屋一樣呢 所以我就開始了這樣的設計 就是一個家屋在中間 因為基地很小 操場繞在旁邊 然後呢 地下室變成了餐廳 然後呢 那可不可以 藉由一個學校 成為山上他們的學習樞紐 因為山上就是最弱勢的地方 那學校結合文化成為一個他們的產業振興的一個可能性 那另外是在這個中軸的部分 我就放了圖書館 就像他們的小米倉 一個學習的古倉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呢 把它最珍貴的神聖的東西 然後放在這個中軸線上 那時候遠東獎的時候 一些評審來到了這個地方 他們就還蠻感動的 然後其實我是在這個地方做提報 然後剛好一個媽媽就背著一個小孩 就在旁邊散步這樣子 那另外是我在提報的過程當中 然後就有一個小孩就衝過來 就抱住了那個委員的大腿 然後我說這不是我安排的 後來那一次我就得到了遠東獎 就是台灣的就是台灣唯一有獎金的一個建築家 所以我覺得其實好像我在幫他們 事實上不是 真的是我覺得山上幫了我 因為其實我的建築物非常非常的簡單 現在看起來也很像高鐵車站這樣子 然後其實就是就是後面有很大的山 其實都不是建築物在漂亮 是文化在美麗 就是在地的環境在美麗 然後那個山跟附近的環境 真是太棒了 所以其實我的學校是一個 所有的重建 一百多所重建學校最小的一個 其實我們真的我們台灣 擁有非常非常多自然的資源 然後其實如果我們只要好好的去運用 很勇敢的發聲 其實它就可以變成真的是很棒的東西 前面有幾位講者也都在談這個事情 如何勇敢的發聲 我覺得我們現在年輕人 最懂的就是看到很醜的東西說 我不要 媽媽給你的東西 不要 沒關係你 我覺得勇敢的拒絕 你覺得不夠美的東西 不夠好的東西 我覺得也是很棒的事情 我們不能再相怨了 因為台灣要往前走 所以操場就這樣繞一圈這樣子 然後瀟南樹 所以在地的野生最美 那這是一個家長 很多的工程都是他們自己親自去完成的 他很驕傲的坐在他蓋的這個圍牆上面 那最後其實我還出了四本書 因為我那時候就跟林董事長講說 其實我很想蓋一個布農族的小學 可是都是漢人的教科書 那我希望能夠編 所以我們後來用 找了一個他做植物的調查 然後有一個學長幫忙做家屋 到底怎麼是布農家屋怎麼蓋出來的 然後還有染織方面的專家 還有一個朋友他是在做織布的 所以學校完成四本書也同時完成 其實我覺得動人的是這個 然後或者是一個大樓梯 可以把全校的學生全部都放上去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縫補 其實剛剛有提到二十套藏庫 那其實這是我的手稿 我大概做設計的時候 我習慣就是像畫畫一樣 有的時候我覺得是用粉彩 有時候是適合用小的針筆 有時候是粗粗的東西 所以我終於能夠有機會找到一些線條 然後來對於這個舊的東西 來進行一個清理或改造 但是事實上他本來也有非常美好的東西 那就是我們在一開始籌備的階段 然後因為這個案子 認識了非常多很厲害的人物 像馮曉飛啊 王亞利啊 郭忌舟啊 好 綠英啊 他們後來現在都跑到哪裡去了 他們現在全部都在做農業的改革 全部都在做有機的事情 所以呢 戰士去哪裡 戰士現在都去做農運了 我覺得很棒 真正的土地的改革 然後那時候我們其實就用幾個東西 文化佔領藝術租借 鐵道在身 輸火台中 因為我覺得台中被房地產害慘了 通通都沒有文化 以前我認識的台中是一個非常優雅的 有氣質的老台中的地方 現在什麼都不是了 越來越落後 所以其實我非常非常的難過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把文化找回來 我們把文化協會的照片放大 然後呢 把一些照片形成一個展覽 這個在14年前 好 那這是我的手稿 那把倉庫進行一個整理 好 然後我也很高興 這14年來 事實上這邊孕育了 200多個很棒的藝術家 他們可能都是在巷弄內的 他不見得是在體制內的 可是呢 二艘倉庫提供了一個挖掘的經驗 他變成了一個育城中心 所以其實大家會認識 二艘倉庫的原因也是在這兒 那現在持續也還是有一些論壇 然後呢 事實上抑制空間 可以展覽一些很特殊的氛圍的作品 然後呢 咖啡店並不好賣 可是也有七個醫生 然後呢 為了支持這件事情 醫生娘來賣咖啡 我覺得也都是很好的事情 可以讓整個救世區活絡起來 那我後來也做了幾個小小的作品 那這是在台大 雖然沒有機會唸台大 可以做個台大的小小作品 我覺得也很過癮 我是用十三勾面磚 然後來形成一道牆 然後呢 但是我偷偷地藏了一些畫廊 藝術的空間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台大少了一點點氣質 藝術氣息這個部分 然後呢 那這個是一個織布的老師 就是我的 剛剛幫我做那個的同學 他現在變成一個藝術家 然後這是用織布機去織的 然後這也是用織布機去織的 然後事實上他是 他是用這樣子的古老的東西 變成了一個很棒的織品 然後形成了斷項的作品 跟管輝的作品 那其實學校的空間 在一個小小的界面 然後呢 他可不可以 也可以讓談個小戀愛的地方 我們現在很缺 可以談一個小戀愛的地方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事實上他的虛平很多 那很多的角落 那其實是用一個RAM上上去 然後可是呢 當我看到我的空間 有推著哇哇車的人 在那邊休息 我就覺得很棒 雖然並不很多人知道 那是誰設計的 或者他也很低調的藏在裡面 並不是每個案子都是要像 台灣塔一樣這樣嚇死人 事實上 這樣子只有一個少少的錢 然後他很低調的 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建築師也應該做這樣的事情 不是一直在立杯 然後 然後 那今天 就是說 我們一樣 建築物也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那這是新城車站 我有機會去比到這個案子 那怎麼樣子來做一個車站呢 其實我是用一個V型的切口 就是利物錫 它切割的狀況 另外是 在東部的海岸有很多的 奏折這個部分 我來做了一個新城車站 所以其實 台灣的建築師也是可以做成 比較有國際的作品 如果有一個機會 有一個條件的時候 所以 是一個 那現在目前這個完成 這個完成 然後這個 還在第三期 慢慢的做 那慢慢的 這個部分 現在已經在施工了 那這個案子我覺得 自己很開心的地方是什麼呢 事實上是公共藝術 那這個公共藝術 本來這個案子應該是2億4千萬 它只有240萬的公共藝術 但是他們把其他的車站的公共藝術 都集中到這裡來 所以這裡有1600萬的公共藝術 可以用 然後他們就決定 用一個 呃 彩色玻璃 然後把馬白水的24幅 很棒的水墨作品 到時候就變成了那個玻璃窗 所以以後你進去的裡面 這個車在裡面 就像個教堂一樣 所以呢 我雖然沒有機會做教堂 可是我把每個案子 都用教堂的想法去做 然後讓你進去 能夠感受到那個彩色玻璃這樣過來 然後可以看到 藝術家的作品 馬白水的作品 24幅 在那個玻璃上面 那跨界 那最近 這是2009年 我第一次 董陽哲老師要來 要來國美館 然後來做展覽 他請館長 介紹當地的建築師 當地建築師就推薦我 我算是第一次認識他 然後呢 就是要 這個案子最困難的地方就是 他有個作品 這是9公尺高 另外一個是50公尺長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前沿一滴墨 我用一個墨鏡 然後把這個 這個作品 就是一個 會往上飛的大鵬鳥的作品 然後 這樣子成為一個前沿 然後後面去展開來 他的作品 就是滾滾長江東濕水 這樣子長長的作品 那能夠跟你心裡覺得很喜歡的藝術家 因為這樣的東西 而合作和對話 然後今年的跨年 去年的跨年 我都在他家過 因為他們家就是101的第一排 就是可以整個 可以看到那邊的煙火這樣子 那我也 因為建築師能夠認識藝術家 然後能夠成為朋友 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覺得建築師最好的收穫 那我後來他也希望說 他的書法可以來進行一些 一些 就是說 作品 所以我後來就 就請他坐下來的坐姿 然後呢 也坐了椅子 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 漢先生 他也是董老師的好朋友 那他也坐在我的作品 我覺得我也非常的榮耀這樣子 那 這是今年 他的無聲的樂章 要進到火煤館 好 那我也幫他把他的原作的作品 然後32章 變成一個圓 我稱他為天龜 就是一個 天體運行的一個這樣的東西 那另外是做了一個地尺 好 然後把他作品 在這個地方 像一把尺 去量度這個空間 那另外一個朋友 就楊瑋玲 他是用他的東西 把他描繪之後 進行摺疊 然後吊在這個作品 是叫弓箭步 好 好 那我後來也用了董老師的書法 再一次的筆圖 我在 我在聯合大學的筆圖 在這個 這個部分 他有20公尺長 然後我用日升月痕 他這個書法的布局 這個落位 然後來形成我的作品 然後目前現在也已經完工了 那 所以其實 跟藝術的互動的部分 事實上 給我很多養分 包括搜尋資料 包括閱讀 那 我覺得 我們建築師 也還有很多路要走 我們希望 我們可以創作 更多的解藥 讓這個社會更棒 謝謝